用AI来设计一张属于自己的海豹吗? 哈喽,我是虚灵六 今天跟各位同学们分享 如何用AI来设计出一张属于个人风格的海豹设计呢? 在AI的运用上也会建议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让初学者都可以跟着我一步一步跟着做哦 跟各位同学们分享一个Cyber Monday的折扣 也就是如果你对Adobe软体有兴趣的同学们 不管是像我一样常常使用AI来进行设计 或者是像六指鸢做一些动画设计 我个人也很喜欢看六指鸢的频道 非常的有趣跟好笑 现在Adobe终于有活动了 你可以用三折的优惠去完整购买这些软体哦 算起来每个月大概只要花515块钱 那我们就先回到我们的主题吧 设计之前呢 请各位同学们可以用手机来拍拍自己 那拍的时候呢 注意阳光的位置 就是不要让自己的脸太过曝光啊等等 请先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追踪我的IG哦 点选档案 置入 选择你刚刚的自拍照 按下置入 按下滑鼠左键 用拖曳的方式 选择你的大小 点选空白处让节点消失 接下来我们先将照片去背一下 点选工具列的钢笔工具 照片中的你点选一下哦 头发的部分呢 可以简单勾了就可以了 那我的节点呢 会尽量放在我人物的里面一点点 我不会放在我人物的外面哦 这样子呢 等下使用遮色片的时候 才比较不容易会有白边的状况 当连结起来完全变成一个色块以后呢 我们要在工具列里面将笔画的地方取消 换成色块的面 接下来使用黑色箭头 在空白处按下滑鼠左键 用拖曳的方式呢 选择照片还有刚刚的色块 选择完毕以后按下滑鼠右键 制作剪裁遮色片 这样子呢 你的人物就去备完成了哦 将滑鼠一刀右上角的节点 按下键盘中的Shift 就可以等笔放大跟缩小 我先将涂层一锁定 新增涂层二 将涂层二往下拖曳 放到涂层一下面去 接下来我们使用工具列 绘制笔刷工具 在笔画部分呢 我们先填入颜色 利用滑鼠手写的感觉 来写出自己的名字 黑色箭头 选取你刚刚所有的文字 滑鼠右键 加拿群组 那目前笔刷的效果不是很满意 所以在笔刷的小视窗呢 点选旁边的下拉 选择开启笔刷资料库 艺术拟灭的 粉笔碳笔铅笔 点下去以后会出现这个小视窗 在这里呢都是可以套用的笔刷哦 那我今天想要这个笔刷效果 我选择这一个 点选空白处让节点消失 这时候我们选择工具列的矩形工具 在笔画颜色部分呢 我们填入黑色 绘制出一个长方形 我将宽度调粗一点 我设定成2 那目前这样看起来呢 已经有一点小小杂质的感觉了哦 选择黑色箭头哦 从空白处选择黑框还有文字 我们的箭头 再点选一次黑框 黑框的节点会变出 这时候我们进行对齐的时候呢 它就会以中间的黑框为主哦 我们按下水平G中 接下来我们将图层2锁住 那我们先回到图层1 我觉得这张照片它如果变成黑白的话 会更有感觉 所以接下来我选择白色箭头 点选张照片以后呢 我让它迁入进去 迁入完成后按下编辑 编辑色彩 转成灰阶 不曾一锁住 新增涂层3 在我脸上画图 一根一根画出简单的毛流 我使用铅笔工具 填色部分取消 填入比较高彩度的颜色 例如黄色 不管你喜欢绘图设计 影像处理 影片剪辑等等 Adobe都有非常多软体 可以去让你发挥你的创意哦 对于设计很有热情的同学们 别忘了现在Adobe有优惠活动哦 学生现在购买Creative Chrome 完整的应用程式三折优惠 每个月呢只要台币515元哦 选择黑色箭头 点选空白处让节点消失 接下来一样选择铅笔工具 我填入蓝色 一样绘制眉毛 这种效果我还蛮喜欢的哦 那关于耳环的线呢 我在宽度笔画部分可以调粗 按下空白处让节点消失 工具列的 工具列的 椭圆形工具 在我的衣服上 简单绘制出几个圆形的形状 同学可以直接复制 或者是一个一个圆圈重新拉 黑色箭头 点选空白处让节点消失 接下来我使用钢笔工具 可以先描绘出嘴唇的形状 按下comment键 游标呢会出现黑色箭头 点选空白处让节点消失 放开comment键 又会变为你刚选择的钢笔工具 这时候呢我是描绘牙齿的部分 选择黑色箭头 选取嘴唇跟牙齿的框框 我先填入一个颜色 在路径管理员里面 我们选择插级 透明度的部分 我们下拉选单 我选择柔光 选择钢笔工具 帮帽子绘制出一些线条 绘制衣服 如果各位同学还不知道钢笔要如何使用的话 点选右上方 记得复习哦 让鼻子看起来更有轮廓线 所以呢鼻子的部分 我会稍微用钢笔来绘制一下 白色箭头 来调整钢笔工具的曲线 绘图笔刷工具 笔刷的部分记得要重新调整 所以呢我们在笔刷这里 我先选择最基本的 然后呢我在帽子上面也进行一些简单的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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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选择白色箭头 用拖曳的方式选择 成功选取到以后呢 按着滑鼠左键 往上拖曳 在工具列我们选择工作区域工具 这样我们的工作区域呢稍微调整一下 那各位同学们如果要绘制的更精细的话 其实可以慢慢再花时间设计哦 因为今天影片长度的关系 所以我先简单绘制设计 如果各位同学想要把你的作品分享到网路上的话呢 按下档案 转存 选择JPG 使用工作区域 范围选择1 按下存档哦 海报设计完毕呢 欢迎大家把成品在IG标签我 我会去看你们的作品哦 今天呢不管你要使用PS或是AI 甚至是更多其他Adobe的软体 我相信应该很多同学们 对设计这一块领域是非常有兴趣的 然后现在呢 Cyber Monday的折扣开跑了 趁这一波把它购买起来哦 让Adobe解锁你的无线 现在跟着我们一起进行设计吧 同学们快到Adobe的网站 购买CREATIC CURVE 完整的应用程式只要三折 也就是每个月呢就是515块钱 那如果对Adobe的折扣有兴趣的同学们呢 在下面的资讯栏呢 我都会放上连结以及更多的资讯哦 请各位同学们呢 务必去点来看吧 那今天也先到这里 如果小朋友也喜欢把影片分享出去 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哦 拜拜 记得sten,优优独播 group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